据路透社报道 此前有报道传出波兰警察总长的办公室内发生了榴弹器发射事件 路透社16日收到一份声明称 波兰检方正在调查该国警察总部发声的一起能量剧烈释放事件 美国纽约邮报等媒体也报道了此事 路透社称 波兰内政部15日曾表示 波兰警察总长亚罗斯瓦夫·西姆齐克 在访问乌克兰期间收到的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后来在位于华沙的国家警察总部爆炸 西姆齐克受伤并被送往医院 报道继续援引波兰媒体消息称 该礼物是一把榴弹发射器 而西姆齐克自己在办公室里不小心启用了这把榴弹发射器 爆炸损坏了天花板 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安全规定 路透社称 其无法独立证实上述消息 但16日有关这一事件有了进一步消息 路透社称其寻求波兰警方置评时 收到波兰警方转发自该国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声明 这份声明表示 波兰检察官发言人称 该机构正在调查 一起无意中造成能量剧烈释放 威胁到许多人生命或财产或健康的行为 声明称 包括西姆齐克在内的三人被认为是受害者 但没有提供更多有关受伤的细节 路透社称 波兰警方发言人和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都拒绝就此事进一步制品 与此同时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也没有回复制品请求 路透社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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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称